影片開始前,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影片開始,Let's go! 好,來,那就不囉嗦啦,正式開始今天的主題啦 今天我自己先聊兩個主題喔 第一個主題我想聊聊柯文哲 這個台灣有一句話叫做當選過關落選被關 那柯文哲他現在可以說是萬案齊發 很多很多案子全部都指向柯文哲 那我真的覺得他應該是進去的可能性 我覺得蠻大的,我覺得很大 好,我們先來看看這個柯文哲最近他的所謂的萬案齊發 他惹出了什麼爭議啊 好,來,這個是柯文哲他的這個禁辦被報做假帳啊 好,來,我們先把這個新聞打開啊 柯文哲的這個競選辦公室被報做假帳 黃珊珊說啊,這個是帳務瑕疵 對廠商抱歉啊,這個 輕描淡寫啊,帳務瑕疵 我們來看黃珊珊怎麼講啊 好 好,柯文哲辦公室那個時候競選辦公室 向監察院申報的政治獻金用途 其中有三筆,總共金額大概916萬元的經費 被承辦過的造勢活動的負責人踢爆 根本沒有收過啊,那質疑是做假帳 對此民眾黨立委黃珊珊受訪的時候說 這個是帳務有瑕疵,對廠商非常抱歉 將進一步查證並向監察院補充申報 他 黃珊珊真的就這樣輕描淡寫的講 這是帳務瑕疵 但是真的民眾可以接受嗎?這麼簡單嗎? 好 來 這個民眾黨今天發聲明說 有關柯文哲總統大選競選團隊的政治獻金申報 當中記載 這個 112年12月20號 食樂股份有限公司宣傳支出的500萬元 12月20號 尼奧創意行銷有限公司支出的216萬元 113年1月15號 尼奧創意行銷有限公司的200萬元 經查為帳務處理瑕疵 將盡快補正 民眾黨把這三筆 一筆500萬另外兩筆200萬200萬加起來916萬元的這個他說是帳務處理瑕疵 就這樣過去900多萬 而且都是大筆的 不是小額小額小 大筆的 說是帳務處理瑕疵 我個人覺得這個這個說法是非常非常難以讓人接受的 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就是哪些賬 這個就是由其中一家食樂股份有限公司他講的 他說這有幾筆帳啊 這一筆是475萬 然後這一筆是450多萬 他是講 造勢大會的場地費 這個是柯文哲去監察院申報的明目喔 但是這個食樂公司啊 他說根本不是場地費啊 這個是我辦活動的費用啊 你這個明目不對啊 然後最後這一筆是1000萬 1087萬的這個 他叫轉播費啊 十二也推爆這個 也提爆這個明目不是轉播費 只是你把錢交給我啊 我幫你承包 然後去打廣告的費用啊 但沒有關係啊 這三個你都可以說是明目不符啊 但是卻有的確有花費 只是明目不符 其中這一項500萬的第三項啊 500萬他叫宣傳廣告費用 這個就真的很大條囉 這個500萬的宣傳廣告費用 這一家食樂有限公司啊 他發聲明啊 好我們我就看這一筆500萬 123第三點 申報資料中 112年12月20號 新台幣500萬元的宣傳廣告費 並非本公司承攬之業務 輕描淡寫的幾句話 這個對柯文哲殺傷非常非常嚴重 第三點啊 因為 這個500萬 這個500萬喔 是柯文哲對監察院申報的 然後結果這個食樂公司講 我沒有承攬你這個業務啊 也就是說我並沒有開這個單據發票給你 你整理拿什麼去申報 你根本沒有這一筆花費 你怎麼可以去申報這一筆花費 所以柯文哲這個不能用 像黃珊珊這個講法啊 一副四不關己的這個叫做什麼 賬物處理瑕疵啊 對廠商抱歉 500萬耶 500萬一筆的賬你可以 有跟沒有有沒有花這筆錢 你不知道 這個有點誇張耶 廠商說沒有收到錢 我沒有這筆業務 然後 柯文哲競選辦公室 當時的黃珊珊 是總幹事喔 你總幹事500萬的金額的花費 沒有經你的手 不可能吧 500萬的花費 你就去申報了 你還用人家公司的名義 去申報 然後人家公司出來踢爆說 我根本沒有這筆花費 這個柯文哲 非常非常嚴重 這個對柯文哲殺傷力很大喔 好 來 這個是名嘴黃陽明講的喔 如果柯文哲競選總統時的政治現金專戶的申報支出對象 跑出來爆料說 根本沒有收到錢 此事非同小可 對 的確非同小可 柯文哲競選辦公室唯一能做的 就是拿出匯款證明 證明你的確有給對方 錢 否則柯文哲跟民眾黨 基本上就不用混了 因為這個是柯文哲競選辦公室 向監察院申報的資料 請問這筆500萬 你要拿什麼來補 好 你要怎麼去解釋 廠商說我沒有這筆 這個業務承攬 我沒有承攬這筆業務啊 我沒有五百 我沒有跟你做五百萬這筆生意啊 那你怎麼拿 拿這個五百萬去報銷了 好 那你報銷這個錢跑到哪裡去 好 這個 民進黨不會不查嗎 好 我的天啊 柯文哲 太誇張了 你不能說不知道五百萬 不管是 柯文哲 好啦 也許你柯文哲本人 你不經這些賬 但你黃珊珊不可能不知道 你不能輕描淡寫的講說 這是賬物處理瑕疵 五百萬元 我的天 你媽 人家廠商說我沒有這筆 跟你沒有這筆生意往來 然後你跟監察院申報 柯文哲向監察院申報 卻把這筆五百萬去申報出去 說我有跟這個廠商做這筆生意 我有這筆開銷 我去我去報 請問你們進選辦公室是拿什麼單據去報的 廠商說沒有這筆開銷 所以廠商沒有開發票給你啊 那你怎麼拿 你拿什麼單據去報仗的 天啊 我想到都覺得好誇張 好 所以你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你把匯款單拿出來嗎 你跟廠商就反正對賭 反正不是你說謊就是廠商說謊 但是我真的覺得 以柯文哲 競選辦公室跟他現在所有幕僚的反應 我真的覺得很糟了 真的很誇張 好 另外陳佩琪自報 假借兒子民意成立公司 有違法疑慮 民眾黨的聲明是不及格的 因為這個議題只有柯文哲親自出來回應才正確 要嘛就說清楚自己家人為什麼做這種蠢事並且道歉 要嘛就說清楚自己在這些角色為何 也就是說陳佩琪自己出來爆爆料了就是說啊我我我違法了我不知道嗎 我是公務員但是我用我的兒子的名義開設人頭公司我用他人他講他人就是他兒子啊 但是我我有這個犯意但但我沒有實際的犯行啊因為我沒有拿著公司去做很多東西啊啊所以這個這個你你你要你要懲罰我就懲罰我吧看你你你你能拿什麼懲罰我我就覺得陳佩琪你在蓋什麼啦喔你不講話也沒辦法你當啞巴啊你自己話這麼多來承認幹嘛啊我的天這一對活寶我真的是暈倒了啊好同樣的 柯文哲人設敬毀不要說什麼2018再拼一次民眾黨將泡沫化啊好我要講喔喔黃陽明說的沒錯柯文哲現在人設敬毀喔也就是說你這個賬者這個本身是非常非常扯的喔那基本上2028不用混了但是我我覺得還不用到2028可能很快柯文哲都不用混了非常非常的快為什麼 柯文哲還有一個案子非常非常的這個 呃危險啊好了這個新聞是柯文哲競選之初已申報不死啊民眾黨全任了啊全面清查帳帳目憑證好 那我我我我講的柯文哲有一個案子非常非常危險就是這個 金華城案子金華城的這個容積案子 好 他控制在 當台北市長期間的 他的這個金華城改建案的自創項目多給了5585評的容積獎勵 監院糾正北市府 來 這個監察院糾正北市府啊 民眾黨 民進黨發言人質疑 民眾黨的總統候選柯文哲在台北市長任內啊 疑似 護航威京集團給金華城史上最高的840%的容積率啊 他們的獎勵容積率應該只有500多吧最最高啊而且甚至都不應該到500多吧因為他不是這個叫不是都更案 好但是 台北市政府 就用什麼方式反正就是給了一個史上最高的840%的獎勵容機率 以每瓶超過新台幣2000200萬元的價格來估算 等於送上120億元的超級大禮 那這個獎勵容機率他多給了這個叫5585 的獎勵容機率 按照這個 價格來估算等於是圖利的120億元 那這個為什麼覺得柯文哲很危險 因為 檢調已經要約談 柯文哲時代的副市長 彭震生 彭震生 金華城案已經動起來了 好外傳這個台北市意見署要偵辦金華城容機率暴增涉嫌突利的案子 8月中旬要傳喚台北市的前副市長彭震生 好 道案說明 好 台北地檢署9號上午表示金華城容機率暴增涉嫌突利的案子 偵辦進度持續調查當中 但是 偵辦中不便對外說明 所以不予證實 但是我必須講 就是要傳喚彭震生 這個獎勵容機率從392%暴增到840% 明顯有重大為事要求北市府改進 OK 現在檢調已經針對這個金華城案 約談台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請問彭震生 他被約談 檢方約談他的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什麼 就是覺得彭震生就是主謀所以要約談然後去起訴他嗎 還是約談他 要告訴他 主謀是誰 你 從10招來 我們可以從輕量刑 也就是 你要不要當污點證人 你把他咬出來 你把主謀咬出來 很簡單 柯文哲的前台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如果他自己不扛 檢調約談他他自己不扛 他把柯文哲抖出來 柯文哲這個案子 圖利罪 容積率本來是300多%的容積率 給他報徵到 392%報徵到840% 涉嫌圖利100多億 給這個廠商 這個案子 柯文哲圖利罪 就 妥妥蕩蕩 這個人證物證去權 那基本上柯文哲就 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 眼下柯文哲 當然他很多案子 我真的覺得他這個叫做萬案齊發 但是眼下 柯文哲 他最危險的 就是金華城這個案子 因為檢調已經要約談他的副市長了 喔 喔 我在想這個圖利罪 因為我 我才問了我 因為我上網查圖利罪 他網路上面寫是7年以下 但是我又問了我那個 法律界的朋友 他說好像 他 他的這個 圖利罪是5年以上 所以是重罪 所以是 非常有可能 就是 可以 依這個圖利罪去把柯文哲 檢方 可以把柯文哲申請 羈押 升押 所以如果真的有這麼一刻 柯文哲被壓進去 民眾黨立馬 完蛋 馬上泡沫化 好 那當然 柯文哲可能 之前就有消息出來了 就是說什麼 呃 好像要找 蔡壁如回來接副主席 還是他自己妻子 陳佩琪要接 然後 是不是 已經有 有 備案了 就是講萬一 柯文哲怎麼樣 可能 民眾黨還有個人可以接 但是我必須講 首先 其他的那個案子什麼你你你賬目不清的這些還有你妻子陳陳佩琪的這個這個自己奇葩的言論 把你人設已經搞 搞爛了 你就算沒有被壓進去 你這個民眾黨的整個整個 形象聲量整個大姐因為你主打的就是 藍綠都是垃圾你民眾黨清廉嗎 好 又搞了半天 你那個 黃珊珊講這什麼鬼話我真的覺得500多萬你說賬目有誤啊怎麼樣要怎樣道歉 500萬呢 我的媽 500萬一筆耶 我天 你是總幹事餒喔我的媽 好 那這個是人設崩壞的部分另外一個 法律層面的部分 柯文哲真的進化成案真的很危險 只要 你的 錢台北市副市長 不自己扛下來 柯文哲就危險 只要這個 彭政生他不自己扛 那 差不多 柯文哲就差不多 所以我真的講想一想其實還蠻 該怎麼講呢 蠻 蠻遺憾的就是講 那個時候講藍白河 那民眾黨 尤其是黃珊珊他們的那群人 當然你柯文哲要負全責 你自己要聽聽聽 你周圍那些女人的話 黃珊珊他們那些人說什麼走自己的路 然後怎麼樣我們贏料民料會贏然後一直跟侯友去爭第二名 柯文哲自己也 覺得 你會贏耶 然後就開始 不要藍白河姿態拿那麼高還自己一定要做正 我講我講白了如果當時藍白河 柯文哲當副的 現在柯文哲就副總統 總統副總統有刑事豁免權 你的這些狗屁刀招的案子 起碼 這幾年都沒事 那 你在 你在執政的時候你有政治影響力 你自己要做什麼操作要怎麼樣啊 你還有些空間啊好不好 起碼 不管怎麼樣嘛我不鼓勵這種事但不管怎麼樣起碼幾年 看得到的時間內你沒事嗎 你在法律上沒事嗎 你就是在副總統辦公室做得好好的 還可以談談這個內閣成員的問那個人選還是什麼的 那你不要 你聽黃珊珊的 你的競選總幹事黃珊珊 連500萬一筆的支出 他都搞不清楚是什麼 物質一句話物質 我真的覺得 他是不是故意要搞你還是怎麼樣 那你一個大男人你自己用人你自己負責 這也聽他那也聽他的 好啦 所以當時啊 這個柯文哲自己 民眾黨這些人 還有包括 你 你那些信 信仰你的那些小草們 都覺得 我們要走自己的路要有風格不跟國民黨同流合污 小草不知道 你自己的底細 是什麼 你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底細嗎 我的媽 你 你做事情這麼不乾不淨 然後 對整個客觀環境認識的這麼 這麼 認識不清 你對政治的判斷這麼差 你以為你還有2028嗎民進黨會放著你再來給你鬧嗎 我的媽 你想說 這一次 還不要講2028你2022是覺得你自己選你可以選贏 好 我還是 我那個時候就講那句話就是 你民眾黨 你如果沒有行政權 你沒有行政資源 你要怎麼把你的黨給培養起來 為了你個人 為了你的黨 你也都應該要藍白河把 把那個執政權拿到 政治人物就是要舞台去發揮 你沒有舞台你怎麼發揮 你怎麼把你的黨培養起來 你的那些 你的那些職地兵 你你你你你怎麼去培養他 他哪有舞台去伸展 那 台灣人哪認識他 哪認識你們民眾黨這些政治人物 好 那你你的黨怎麼長大 所以從黨的發展來講 你也應該要接受藍白河 這樣你才有能夠發揮你的黨嘛 大家都不知道的 包括我自己也不知道的 是你個人自己的底細的部分 你自己不清楚你自己幾斤幾兩重嗎 你如果沒有選上 你有一句話叫做當選 過關落選 被關 你就是這個 局面呢 那你自己 你你比 國民黨 更需要 藍白河 民眾黨 比國民黨 更需要 藍白河 但是我都 我都 沒有 想不明白我現在人想不明白 你157的腦袋到底是怎麼想的 好 你你唬爛你騙騙你的那些小草也就算了 你自己幾斤幾兩重你不知道 你當時姿態擺那麼高 你你哪來的底氣呀 我的天啊 喔我的媽呀 你有這麼多把柄 民進黨會放過你嗎 你把他的年輕選票都拿走了民進黨會放過你嗎 你怎麼連自己幾斤幾兩重都不知道我的天 喔 然後自己一點主見都沒有什麼都聽黃珊珊 你被他搞死了你活該真的是 啊 好了 我真的是我我我也不想 打落水狗啦因為 我跟柯文哲私下也有也有一些 互動啊但是就是說 藍白不合 現在 爽到就是民進黨賴清德 再 再繼續執政 那你自己的這個 黨 整個就泡沫化 我看到這個有句話就眼看他起高樓 眼看他驗兵客 眼看他樓塌了 我沒想到這麼快 這麼快 都不到一年的時間 來的這麼快 我不知道我只能搖頭叹起來 所以 那些小草你們也不要那個 沮喪了因為也不太怪你們了 因為 因為 你們也不知道 柯文哲他的 精良 就這麼一點點 因為連他自己都點不清楚自己的精良 所以你們被他呼嚨 也就這樣吧 好啦 來 那個 這個就是第一個話題 柯文哲 你自己保重吧 我的天啊 自己保重吧 好啦來 第二個話題 驚喜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 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欸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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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加入